强烈的节奏与肢体动作 展现台中丰沛文化与艺术生命力 已经迈入第10年2020创意台中 今年以时尚忠诚为主题 要用旧回忆 新观点精神 带领民众一亏创意与美感 如何让旧城区再展风华 那我们今天的名称叫做时尚忠诚 就是要希望把很多的这个 台中的有创意的一些这个年轻人的 那一些展览一些作品 那么一些表演 我们有除了这个讲座以外 还有音乐会 那么相当多的东西 也是要把中城地区 就是主要中区东区西区 一些好吃的好玩的 还有一些这个好的这个创作 他把它一个整个缩影放在这里面 今年以荣旧复兴跨界整合概念 为主邀请艺术家融入台中青年学子 对旧城区的观察与想法 将观点以各种形态艺术呈现 将推出六大主题 五大户外装置 五场专题讲座 及四场音乐事集等 多元丰富内容 因为台中有非常多的好的 年轻的设计的人才 那台中的大专院校 也很多设计的科系 那台中的很多的企业 他们在这个文创还有设计方面 也都非常的用心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创意台中的活动 除了行销我们台中是原来的 旧城区的相关的特色以外 也让这些在从事设计的年轻朋友们 有一个机会 让他们搭一个平台 可以把他们设计的东西 甚至把他们设计的表演 还有透过这些媒体来行销 活动将于18日起 在台中车站登场 除了各种展览作品外 周末还有丰富的专题讲座 与假日音乐事集 户外还有大型的装置艺术 要以视觉上的惊奇和趣味 召唤民众在台中救火车站的各种回忆 这也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